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吸引了非洲国家的广泛参与和关注 非洲发展智库专家肯尼亚经济学家大卫欧卫若认为 进博会为非洲国家和企业提供了一个提升价值链的机会 同时也为更多非洲企业今后进军中国市场打下了基础 作为东非经济社会发展最具活力的国家之一 肯尼亚有9家企业参与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在非洲发展智库专家肯尼亚经济学家大卫欧卫若看来 首届进博会为肯尼亚企业提供了大好机遇 欧卫若表示 习近平主席在进博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提到的将进一步降低关税 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等激发进口潜力的举措振奋人心 增强了非洲出口企业的信心 参展的非洲企业将带回关于中国市场的宝贵信息 为更多企业进军中国市场打下基础 对于习近平主席在进博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提到的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 只会越开越大 欧卫若表示 中国推动开放将刺激非洲企业的发展 推动非洲工业化进程 中国开放到达加了特别的进程 是一个东西的观点 从专业的观点 是非常多的欢迎 所以如果我们看到更加转化 我们达到我们的东西 让我们远离回来的 我们更加热化 我们可以看到更加热化 未来的重点 我们可以看到更加热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杜茜茜 几乎的需要 能够通过程度的